現在這一台那個Rokia 8.1的尾叉已經不行了 你看喔 接上去沒反應 充電中 那我就等個兩天它也用不好啊 然後 這八月初買的 你看這個接觸不良 現在是0.9安培有在充電 但是碰一下 沒有了 所以就有點要靠運氣 不然就是要 轉到這個有在充電的時候就不要盡量不要去動它了 八月初買了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月已經不行了 所以大概只用了三個月原廠的尾叉出問題 我要去蝦皮買了一個 副廠的 副廠的尾叉 也要測了三四個月以後才能看能不能用 至少這裡原廠尾叉是 出問題 然後有很多人問我說 螢幕電池還是尾叉去哪邊買的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跟你們講 因為我都是蝦皮買的 那蝦皮買的話 這些產品的好壞我沒辦法保證 對 就是原廠尾叉當初換下來的時候也是可以用 但是大概十二月十一月底還是十二月初的時候開始出問題 現在已經一月了 確定已經是爛掉了 不過原本也對 因為原廠的 原廠的尾叉本來就會有問題 但是這已經用了一兩一年多了出問題 然後這個去蝦皮買的原廠尾叉三個月出問題 現在換一下這個新買的 哇這怎麼拆有點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好可以可以 喔這好用了 我之前是電池備帶撐起來 所以很好拆 現在 誰要撕點力氣 這工具好用了 他有分了 這種用進去以後 可以把那個旁邊照著順序刮開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 你還可以再生進去 這還可以再 這種的比較薄一點 可以再生進去一點 這樣就很好拆開了 哎呦呦 好看一下差別 這個會卡住 讓你可以沿著邊邊一直錄 這可以生進去 範圍差而已 我拉不起來 喔可以 電源我現在沒有辦法把它掉 算了 好起來 拆到這邊起來了 要把這個尾叉拿起來 還有一顆螺絲 尾叉就起來了 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差別好不好 副長的 然後圓長的 蝦皮原廠的 有了 這看起來比較 金手指這邊比較新 希望他能撐久一點 然後 這怎麼是兩個這個 這個副長的 看起來原 看起來這兩個原廠的是一樣的有沒有 這個排針 然後這是副長的 副長的排針 我們的點 跟這兩個點不一樣 所以他真的是副長的沒錯 然後這邊也是 看起來會有些許不一樣 然後這一面呢 這一面有什麼零件用的不一樣嗎 喔 喔 副長的這有cost down 這一面都沒有零件耶 這樣能用 這個上面都沒零件耶 副長真的 搞屁啊 還是也不能傳輸呢 我看一下 我買的 我沒有特別仔細去看耶 可以電腦 可以電腦傳輸啊 這個可以電腦傳輸啊 這裡可以電腦傳輸啊 這裡可以電腦傳輸啊 但他的零件都不見了啊 好吧 實驗看看 實驗看看了 這會搞成這樣 能不能充電 直接插上去就知道了 有有有 在充電 喔有有有有 可以充電 那可以傳輸嗎 我們不要 不用翻了來 好 手工 沒有沒有 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樣子吧 我覺得好像沒有插得很進去 算 這一點是怎麼都不見了 沒有啊 一樣是0.9 線的問題嗎 0.9 對 我以前 這也都0.9 為什麼剛才是0.1.4 那麼大 再把它裝回去 再回去 用之前的殘膠 你不用再另外用 上次還有用書本壓好久 現在不用了 隨便 來 0.9 我來測試一下 能不能 傳輸資料 0.9 OK的啦 可是大概為什麼跑到1.4 我也不懂 不懂 確定 反正可以傳輸答案 可以 那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副廠的呢 三個月後 看他會不會那個壞掉 他會不會接觸不良 真的看起來還OK 真的看起來還OK啊 他的金手指 基本上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黑掉斷掉了 但是 為什麼也不行 他有點氧化的跡象 拼腳上面 我們就看還能撐多久吧 可能三個月後 四個月後 或半年以後 不行的話 再看怎麼辦 我再看這個尾差一個150 一年換兩個 300塊 可以嗎 或是半年 半年可能如果四個月的話 變成一年要換三個 一年要500塊換尾差 速度很快 好啦 就這樣就這樣 一直都在充電 不會有問題 好 就這樣 不用訂閱 不用按讚 不用分享 因為 我不曉得他能撐多久 不會太難 哈哈 拆過一次就好 這兩個也差會留著 快點